大家晚安 我先會升高升高 對 然後而且剛剛很好笑是 因為 大家是不是說不用 我剛 沒有我剛才說太多耶 不會太多 結果他一坐下 我們看一下畫面之後 是不是要不要 要不要再放一個 對他說要不要加一個 然後加一個 那是要加一件好了 還是你就要再加一個呢 今天又兩個到 欸對喜那是不是也蠻會吃的 可是我後來 他生完孩子以後 他在餵完公益錘子 還自己流走了 跟大家說一下 我今天準備的呢 是夜市小吃 因為我上次 跟妞跟喜那合作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組部隊過嗎 但我想說這樣不行 因為他們呢 已經來台灣了 但是那是一些台灣的夜市小吃 所以我先桌上了 全部都是 而且重點是 我有先查過網上資料 大家去夜市的時候 排名前20名會吃的東西是什麼 很有心耶 我是認真有在暗示 那為什麼沒有吃牌啊 第一名是夜市牛排 我很餓的時候 會先去夜市先嗑牛排 再去吃其他的小吃 我會吃其他 先點餵一次 對啊 對啊 你吃一個雞排哪夠啊 如果很餓的話 那你應該是會點雙瓶的那種的 當然啊 我跟你講 我那天跟他去吃那個鐵板牛排 他點的時候 他一點我就說 你是看盎司是不是 對啊 當然 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我今天準備的 我今天準備的呢 有這個蚵嗲跟蚵嗲 但是我不知道蚵嗲跟蚵嗲是哪一個 OKOK 對就是 用抽的用抽 對 用隨機抽的 然後這一間呢 是在大稻埕 我覺得台北的蚵嗲就是 只有這 不是 不是只有這間 就是這一間 我覺得是我心目中最好吃的 然後我覺得他沒有輸髒話的 然後還有蚵仔 啊 就還有這個 這個是韭菜條 我看到有人說蚵嗲 你想要這樣聊 我都忘記妳了 哈哈 啊 繼續說 你繼續說 我剛剛看到有人 就是那個 我突然忘記 那一卡之後就直接忘記 我要講什麼了 然後你看到有人講什麼 你們剛剛打什麼啦 誰 再打一次 哈哈哈哈 你們回台灣 第一個想吃的東西是什麼 鹹酥雞 鹹酥雞 我認為鹹酥雞真的是 還有滷味 就是妳在 韓國就是 妳不管怎麼學 就是學不起來那個味道 醬料罐裡面 我跟你講那個是那個 台中 台中吃法 醬料罐裡面 就是要塞進去 擠進去 所以是妳要先咬一個洞 然後把它塞進去這樣嗎 那種醬料罐 它不是用的尖尖口 直接把它戳進去 跟水煎包一樣 好時尚喔 欸 可是 可是我中華沒有這樣耶 中華沒有這樣 有分派系 有分派系 然後說我們現在不知道抽 會抽到什麼對不對 對 不知道是肉堆還是蚵堆 我知道蚵堆喔 妳知道蚵堆嗎 好 妳知道蚵堆嗎 好 妳知道蚵堆 怎麼是蚵堆 喔 喔 喔 為什麼你拿到肉堆 怎麼會這樣 而且我跟你說這間真的很隱藏 因為我問了很多台北人 然後他們都知道就是台北有蚵堆這件事 然後這一間通常都是在地人去買的 嗯 而且我那天放那個餡豆的時候就有說我好愛吃2day 就很多人吃去問我是哪一家 我就沒有回 我想說 我懂 對 先不要回 先不要回 我那天PO了一個臭豆腐跟麵線 我就是還…最後一句還打說我不會跟你們說是哪一間的 因為我已經排了半個小說 那所以是哪一間 我等一下妳說 好 就妳看它的麵線 因為它的蚵仔超大顆耶 是不是 嗯 在哪一個鏡頭 我今天其實還有一個點啦 但因為沒有那種飯 我很好吃的嘛 真的嗎 妳等等我會騎我室友準備 我媽很好說我那天跟家人出去吃飯 然後點了一盤被我割嗎 那妳說就來跟千千說嗎 媽 等等 小朋友 欸我跟妳講你們有覺得為什麼桌上畫面上會突然見鳳梨蝦球很奇怪嗎 我室友在跟我說鳳梨蝦球跟這些夜市小吃沒有很符合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要把它移掉 洗腦就說哈啊丟著啦 洗腦也是很強的我跟妳講 洗腦捨不得他走 對啊我想說不可以走 兩拉四個 有人說忍很多 四千 這裡喔 它有點難開 我可以吃這個嗎 可以妳吃 這個是韭菜條 這種就是不能約會食物 因為一吃哇 不快耶 真愛 這是一個考驗的關卡喔 這個就是滴貴黑糖甜糕 妳要吃吃看 喔是敗敗的那種 對過年的時候會出現的 嗯 這我知道是誰 我知道他是誰 妳知道他對不對 你知道過年會出現 就炸年糕 這兩個是一樣嗎 一樣的 喔好啊好 一個是蝦仁煎一個是蚵仔煎 所以是蚵仔煎 蚵仔煎沒有我們重來 你們通常都是吃蝦仁煎還是蚵仔煎 蚵仔煎 蚵仔煎 我是吃蛋煎 妳是吃蛋煎 妳是人吃蛋煎 對我是蛋煎掛的 可是都沒有料耶 那我一直在想說妳覺得蚵仔煎在韓國會賣嗎 欸對啊我剛才想說 因為我韓國吃得到蚵仔煎賣 吃不到 吃不到啊 可是那天因為我就在跟我朋友好像說 欸這樣想一下其實蚵仔煎好像也沒有 那個不太白粉跟那個醬料好像也沒有很難挑 對 那我們就在想說欸會不會是在韓國 我覺得會賣耶 因為他們就喜歡鹹甜鹹甜的東西啊 對 欸快點啊大家有沒有在韓國或是日本菜請教我們說 不行啦一定要放等一下 我們會看到直播結束嗎 欸有人說她覺得日本的文字燒跟蚵仔煎很像 蛤我就不像啊 文字燒這樣差很多啦 蚵仔煎真的是 而且文字燒就是 你們如果把蚵仔掉在哪裡我要撿回來 而且它蚵仔蠻水的欸 對 倩倩妳是愛吃海鮮的人 我其實很喜歡 但我不喜歡吃那種就是像魚或是太帶頭的 因為有刺嗎 不是魚的話是因為我喜歡吃生魚片 但是如果是整隻魚的話我沒有很愛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吃它很花時間 然後肚子會很餓 你知道那個投資報酬率就很頂 我懂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餓的時候你想要大口吃 真的 你是不是覺得那個魚肉怎麼會這麼小 嗯 肚子有餓你會發脾氣嗎 其實會欸 她也會 工作結束完了 然後在休息的時間 我就會打她 保起來跑起來 沒有啦 我們就要趕快找東西吃 今天早上幫我們家裡會啊 你知道我喜歡家裡你知道我站裡有多弱嗎 我跟你講家裡的東西真的很好吃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而且因為我去的都是 班友就推薦我的 是當地人推薦是不是 好好吃喔 我跟你講家裡的小吃真的是你 隨便走進去一家走好吃 真的假的 但如果你隨便走進去一家的時候 還是先問一下 我很怕 我很怕自己口碑直接被拖下來 你吃完了欸 我要嚇你到了 你可以繼續吃 你可以吃蝦仁啊 我剛剛很認真地在洗腦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喜歡 Super Junior跟Shiny 但是我最近有多了新的一個團 叫做Strappies 所以我剛剛 很認真地推銷給他們兩個 還放他們的歌給他們聽 我跟你們講 我跟你們講 剛剛千千她在找她的資料給我們看 她在滑那個手機的時候 她整個嘴角就是 滿到這裡 然後整個人看起來就是在台面啊 真的 真的 我覺得她冷了也蠻好吃的 不是 我這塊不知道被誰拿錯 我吃你的是不是 你沒有吃到沒有 我剛剛講說 我這兩塊了嗎 我這兩塊了嗎 對不起 沒關係啦 我剛剛想說 快沒有人吃我吧 沒關係沒關係 她前天不是還拿著給你 對 柳瓶真的很過分 柳瓶真的很過分 我連柳瓶 連看都沒有看 而且你看我今天 我在家裡想說到的東西 我還特別 還特別拿來給他喔 你真的很生氣喔 真的很生氣 真的很生氣 你跟這個意思 辛瑞說牽絲 沒有人看錯了 你知道嗎 什麼 我跟你講家裡的東西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最近韓劇的那個粉紅的東西 那個泡泡的好像比較少 然後就想說欸 奇怪 還在上 等一下你們是現在人 中所 還在線上中所 這是大腸包小腸 我還沒有吃到過 我好愛大腸包小腸 它現在冷掉之後味道包怎麼樣 韓國不能流行講 可甜可鹽嗎 還是鹹 湯醬湯醬 湯醬 湯醬 湯 甜鹹甜鹹 我甜鹹甜鹹 我現在都噴出來了 我想說為什麼要叫人家 湯吃湯吃呢 給我們看一下這個大腸包小腸 來吃一下它的味道 這很好吃啊我覺得很香耶 它真的有小黃瓜好酷喔 被火夾的痕跡 你知道你今天放了那個文 然後我就有分享嗎 然後下面超多版本 我跟我說天哪行 那受回以前的樣子 我說不是那個以前的教練 玉米人家不好看我們可以來吃玉米 但我只有買兩隻 你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在家裡也有吃玉米 今天可以放給你們 好 妳有吃家裡的玉米 妳是哪一家 我沒有吃到阿婆啦 我吃到阿桃 好 妳吃到阿婆了是不是 對啊 沒什麼啦 就是好啊 阿桃我下次去吃看 沒有吃過阿桑耶 這裡還有營養三明治 好喔 我已經有點飽了 沒關係 飽了你就可以放著就可以了 但我還可以吃 是不是 因為我很愛甜鹹甜鹹的東西 就像這個 這個也是鹹鹹 妳真的韓國人耶妳 對啊 我這次應該叫Felix結婚啊 對啊 是不是 那我覺得妳應該Felix一定很合 是不是 星姐說妳的力特呢 我力特還是有在追 但是就是偶爾就是 看一下其他人這樣子 我再回來一下這樣子 中天說今天有甜點嗎 今天沒有 今天甜點就五三個 然後抓球 第一抓球不算甜點嗎 算什麼 算… 應該算 有人說想知道地瓜球旁邊這個 可是在想說 這應該是炸餛飩品 或是地瓜薯條之類的 我其實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一直沒吃它 我很喜歡點它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什麼 那為什麼啊到底 吃起來酥酥脆脆的 有人說我也是韓國老公 一個換一個 好羨慕喔 有人說看完魔法師 你還沒有看等我 究竟韓國人出現不易吃的 對 很好看 還有出現 很好看 還有出現很厚泡泡了 想看你有枕頭拿掉 我們就最後再來拿 會不會死剩下千千跟喜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破分 那個有點… 沒想那麼誇張 好我現在把枕頭拿掉 來 好 我們現在呢等下要跟大家說掰掰 電梯下門 電梯下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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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瞎 怎麼了 唉呦 那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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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大家